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我没休假了,朋友们 刚把今天晚上的晚饭给做好了 给大伙看看我今天晚上的晚饭 咋样 重点一个什么东西 朋友们,到超市去买的这个 日本的什么鱼神酒是什么东西 里边带金箔的 给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重点 这个酒里边带金箔 等会儿给大伙尝尝 这个酒好不好喝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 大家看看 我今天晚上的晚餐咋样 这个呢是牛肉 压了一个牛肉 这个是牛肉汤 然后呢还有几个大蒜瓣 这个炒的是辣椒草这个鸡 那个鸡蒸 辣椒草鸡蒸 然后重点是前面的这些东西 朋友们就是我说的 这个日本酒 看上面写的什么 纯金箔入里边带金箔 不知道喝了有没有事 这个酒有点微微的稍微发黄 等会儿尝尝口味咋样 再就是还有这个啤酒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 大家感觉咋样 丰盛吧 是不是挺丰盛的 朋友们就这个酒啊 我已经倒了 已经给它起开了 到了 尝尝这个酒咋样 朋友们尝一下 戴金箔的这个酒 口感咋样 有点发甜 反正是没有咱 中国的酒好喝 没有咱国产的酒好喝 真的 没有毒素 而且有点发甜 甜丝丝的 这个鸡蒸呢 让我做的特别脆 特别特别脆 很脆的鸡蒸 看这牛肉 朋友们啊 我压的牛肉 尝尝这牛肉咋样 太香了 再吃点大蒜 太香了 好了朋友们 我又开吃了 我是在日本打过拿风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圈 那边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多 我们下期见 拜拜